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只喝一瓶啤酒算不算酒駕 一般來說啤酒一杯 酒測值大約是0.08毫克 燒酒機一碗大約是0.15毫克 高粱酒一杯大約是0.8-1毫克之間 根據酒測值標準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3% 酒市違規 啤酒兩三杯下渡 就要當心自己酒駕駭人又傷急 酒精的代謝時間到底要多久 是不是不同種類的酒 例如說紅酒或者是福特加等等 它的這個時間也會不一樣 博程醫師 其實這個代謝的時間 就看你的吸收的時間 跟到你的身體裡面它代謝出來的時間 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我們剛才有說過的 如果你不要那麼醉 你可能會先吃個東西再喝 所以吸收也會有一點 時間上面也會不一樣 再來進到血管裡面 到我們的肝臟代謝 就看看我們剛才所說的 你基因上面有沒有帶這個酵素 如果你有這個酵素的話 你當然代謝就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你在該有的時間內 你會把它代謝完 可是如果你沒有這個酵素 在你的身體裡面來講的話 你的代謝時間絕對會拉長 不管你今天喝的是低濃度的啤酒 還是高濃度的福特加都一樣 它的代謝濃度就是會讓你整個肝臟 沒有辦法去附和 那因為沒有這個酵素 所以它在你身體殘留的時間 就會比較久 所以我們天生能不能喝酒 其實是爸媽就給我們註定的 是 基因決定一切 那我想問一下醫師就是 有些人喝酒就很容易宿醉 那宿醉的原因是因為肝不好嗎 還是體質的問題 剛剛有說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你選喝的酒非常的重要 你的酒裡面到底有沒有含 一個叫做銅類物 銅類物這個東西就會讓酒精出現 它的該有的琥珀色 那同類物已經知道說 它是會導致隔天宿醉頭痛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要選擇喝酒的話 我們選擇那個顏色最輕的 越像水的那個基本上 比較不會導致這個 就蒸餾酒嘛 對 蒸餾酒這個相對 就比較不會出現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如果它含的顏色 比較重一點的話 可能有些人不習慣喝這些酒的人 就可能會出現這個宿醉 或者頭痛的問題 那有沒有一些食物可以幫助我醒酒啊 一般來講我就是 其實進來的酒精就是酒精 就是你就是要走那個途徑 你就是得到肝臟去 你就是必須靠我們所謂的酒精去清煤 來做這代謝的動作 所以我頂多是希望我能夠借著食物 提高我這個酵素系統 對 工作快一點 速率好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都會建議一下 像維他命C C 對 或維生素B群的東西 那你它酒精進身體 進肝臟代謝分解掉 你還是怎麼樣 要從腎上去 從尿液出去 所以水分很重要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說 假設隔天 你真的是喝醉酒了 隔天 蔬菜 水果 水分 對 就可以幫助你縮短這個 就是可以讓你的醒酒時間快一點 所以這裡就是為什麼我們隔天 常常會覺得口乾舌燥的原因 因為水被帶走了 對 因為酒精我們知道 它是做脫水的一個功能 所以喝酒就怕脫水的問題 你如果要避免隔天這個問題的話 在喝酒的時候特別去注意一下 一杯酒 一杯水 或一杯酒 一杯果汁 只要含葡萄糖在裡面的那個果汁的話 它可以幫助我們 讓酒精代謝的速度相對的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可以早上起來 不喝咖啡 不喝茶的情況之下 你喝果汁 含有葡萄糖現炸的果汁的話 反而又對你的宿醉或者是頭痛 有幫助 改善的程度會比較大 我說到這個 不好意思 我打個岔 說到這個我正好想到 事實上純酒精進來的時候 事實上會讓我們 所謂的胰島素的功能會下降 沒錯 所以喝酒的人事實上會有一個危險 他會出現低血糖 低血糖 所以為什麼陳醫師要講說 你要有一個果汁 其實事實上就是在避免這個危害出現 對 講到低血糖或葡萄糖 那我就腦筋急轉彎想到 那我喝紅葡萄酒也是有葡萄 他這個會不會比喝白酒好 白酒跟葡萄酒這部分 如果兩個都是在講葡萄類的話 他們是屬於不同型的 可是它裡面的葡萄糖的成分都一樣 反而有些白酒它還比紅酒還甜 所以其實他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喝那個冰酒或者是屬於喝那種 白葡萄酒的話 它反而會比較不容易醉 或者覺得比較甜 其實這樣子有個葡萄糖 更加一點點小酒精的話 身體是有辦法幫他慢慢的做一個代謝的動作 那紅酒的話它有一些 因為它是整顆紅葡萄去做的 其實它還是會有一些幫助人體的一些成分在 那這些我們是希望你如果要喝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個比較有辦法 可以幫助我們的像那種紅葡萄酒 但是量還是要注意 所以剛剛提到除了這個白酒 顏色比較白的比較好之外 其實紅葡萄酒也是個可以的選擇 但是要適可而止 沒錯 紅葡萄酒的話我們反而是建議說 你可以在睡前 小酌 大概100cc左右 其實我們要的是它 因為它是整顆葡萄下去發酵 對 沒錯 所以果皮還有那個籽裡面的 說白梨乳醇 事實上是存在裡面的 那我們都知道白梨乳醇 事實上是保護我們的血管 心血管 對 所以對身體有益處 但是我講啦 就是大概100cc左右 就小杯 那事實上飲下去之後呢 一方面有所謂的安眠的作用 比較容易入睡 然後另外一方面有發覺 它可以保護血管 那千萬不可以跟任何的 助眠劑一起使用 對 像安眠藥 對 這很重要 絕對不可以 你想要用靠那個幫你 稍微就是說 他說加速 快點 趕快睡著 有些人可能喝了一杯 就覺得說還是睡不著 那可以不要把這顆藥 直接吃下去 不可以 你既然今天已經喝了久 就千萬不可以再喝 其實有很多的社會新聞 都是因為這樣出現悲劇 那以前有個社會新聞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年輕女生 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她覺得天氣比較冷 所以她想喝一點點酒 幫助睡眠 對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的循環好一點 所以她喝了酒 可是覺得喝了酒 就是出現 還是一樣睡不大早 開了暖氣 然後就吃了一顆藥 然後覺得說 反正我又不是同個時間 我不是吃藥配酒 我是喝完了酒才吃了藥 一樣到了胃裡面 還沒吸收 還是一樣混在一起 所以她睡的時候 睡到一半就翻身 然後一不小心 手就打到了那個暖爐 然後那個手 就留在那個暖爐上面 然後以前的暖爐 還沒有辦法自動斷電 所以她那個時候 完全沒有感覺 那隻手不是燙傷 那隻手是煮熟了 整隻手是煮熟了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酒精會讓安眠藥的效果增強 所以你以前會覺得說 我吃一顆安眠藥 其實是沒有效的 其實酒精加一顆安眠藥 會增加 它是一加一大於二 對 那像是喝酒很容易臉紅啊 聽說是高危險群 就是高血壓的高危險群啊 或者是得到十道癌啊 是這樣子嗎 有此一說嗎 十道癌聽起來很可怕 其實我們就是告訴你 就是說你酒精真的喝過多了 你已經酒量已經多過於你的身體能夠負荷了 所以血管會反應對不對 那十道癌或十道的受傷 剛才前面有講 是跟我們酒精進去之後 會不會到十道逆流 刺激 或者是會嘔吐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會導致我們的十道一個受傷 反反復復一直受傷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的只要有細胞 或者是我們的表皮有常常復復一個發炎 或者是刺激的話 它就很容易癌病變 對 這個是我們要注意 但是那個所謂的臉比較紅的人來講的話 真的要很注意 因為酒精在你的身體裡面 代謝真的有問題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 就不要慢就對了 警示啦 對 警示 對 所以其實 像剛才陳醫師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其實會刺激我們的胃部 其實不單酒精 對 有幾種像咖啡 胡椒 還有Aspirin這一類的 辣椒會不會 辣椒也是 所以其實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 你在喝飲酒的時候 當下你就避開這些東西 不能讓它同時出現 對 比如說你可能喝酒 你要配很刺激的辣椒 辣味的東西 麻辣鍋之類的 或者麻辣鍋要喝酒 助性這樣子 對 這一類其實那是加成 也就是刺激你的胃部是加成 那你反反復復一直在刺激 其實你要不胃癢 要不胃食道逆流 那也很難 對 那營養師很多人喜歡吃那個 胡椒蝦 會配啤酒 一樣啊 一樣的道理 對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經營 我們叫做CAPA 就是四個東西不能同時出現 C就是咖啡因 A就是Alcohol P就是Paper 胡椒 然後另外一個A就是Aspirin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如果有在吃所謂的抗靈血的藥物 千萬不能跟酒精一起出現 熱量上升 啤酒肚出現 關節又痛 胰臟又沒有辦法讓你負荷得了 然後肝臟又出現脂肪肝 才喝那麼一杯而已 這樣子滑得來嗎 celebrating 歸 此 咖啡 他說 酒 сч 起 finden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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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